我说二十四节气 这个2016年被升为飞夷 联合国这个气象局 国际就认为中国这个应该被叫做第五大发明 实际上好东西太多了 这个呢也是尤其的重要 因为它非常丰富 还能给国外人感觉 因为每一个节系 它还有三个后 什么后 就是说这个动物植物 在这个时间 还有变化 还有一些非生物 自然界的一些 水啊冰啊雷啊地啊 这些的变化 然后人 人在看到这些之后 一方面明察秋毫 啊 一方面 这个对人的身体节律 对人的生活 都有相对应的影响 那人在天地中 在自然中 那对自然的这种崇拜 也自然会有一些风土民情出现 在山 有山的不同的 人们的这个体质 人们的这个体质 一套 水边 有水边的一套 南方北方各不一样 在在应自己附近的这些环境所有的东西 就是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所以非常非常豐富多彩 都是有纪念 有纪念意义 甚至说有实际的作用 古人都是以这个农业为主 是吧 这股重农一伤了 我们前面的课都讲过 这些是基础 其实到现在也是 只不过现在是 一个人的吃饱了 没事吧了 吃完了 搞一些花样 那花样的好 也就好文化 那弄不好 还是实在的 老老实实的 这个 武器 武日 为后 就是说这些自然的变化 武天就一个样 而有人说武能不能再细 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没有必要 是吧 一黄眼 一个礼拜就过去了 是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而你要越细呢 还有一些 这个这个 天呢 地人呢 就是 他会有一些 细微的 这个这个左右的话 他这种现象就不明显 所以说 也没必要再进化 大体能 能够用 那 三个这个后 也就是 一节 就是这个节气 一共 一年二十四个 那六个气呢 就是一个季节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就是三个月就过去了 然后四个季 那就是一年 所以说 这些 那就是天地自然的这个 每一年都是这样转 都是这个变化 那关于七十二后呢 大体上也这个意思 嗯 就这个一年 要回归年 太阳从 直射拿回归线的给回归线 又回来 到中间点的时候 就是 这个 这个 成分就分 我们补充一下 冬至 秋远节 米脚蟹 然后 潜水洞 就说这些动物 它是比较敏感的 它感觉到 这个阳气一样生了 但是秋远还在打着节 然后这个 米露是阴的动物 所以它 脚开始脱落 阳气来了 水也开始动 然后小凡就是 那个 燕北归 卸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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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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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屎 这个 后 就开始叫春了 大燕 他们都感觉到了 因为每一年的这五天 连续五天 就会有这种变化 变化 自然界 24节系